12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岁末之际同普京总统举行视频会晤 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好传统 在我们的共同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成熟坚韧 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和特殊价值进一步显现 今年前11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 投资合作优化整合,能源合作进一步发挥压仓实作用 重点领域合作项目稳步实施 地方合作方兴为爱,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体育交流年活动有序开展 双方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更加稳固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俄双方应该始终坚守合作初心 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协作 坚持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 努力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用好用足 现有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 推动两国经贸、能源、金融、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积极进展 推进口岸等互联互通设施建设 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 双方要发挥传统优势 推动人文交流继续深化 办好中俄体育交流年 打造两国人文合作新品牌 近期,中国根据新冠疫情形势变化 因时因事优化防控措施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正在把工作重心放在保健康防重症上来 中方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 有序恢复人员的正常往来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是重拾冷战思维 挑动分裂对立、集团对抗 还是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 践行平等互尊、合作共赢 这两种取向考验大国政治家的智慧 也考验全人类的理性 事实反复证明 唯独打压不得人心 制裁干涉、注定失败 中方愿同俄方 以及全世界所有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进步力量一道 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 坚定捍卫两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和国际公平正义 双方要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 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地位 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上 体现大国担当、发挥表率作用 双方要继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各方 增进团结互信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加大相互支持 携手抵御外部势力干涉破坏 金砖国家合作亮点分成 充分展现了金砖的吸引力和光明前景 中方愿同俄方共同积极推进金砖国家扩原 壮大金砖国家力量 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普京表示 很高兴延续两国良好传统 在新年将至之际 同习近平主席举行视频会晤 共同总结今年俄中关系发展成果 规划明年双边合作蓝图 我愿再次代表全体俄罗斯人民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 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习近平总书记英明领导下 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 将不断取得新成就 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当前复杂严峻国际形势下 俄中关系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能源 农业 交通 基础设施 体育 人文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俄中关系的坚韧性 成熟性 稳定性 进一步增强 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 堪称21世纪大国关系典范 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俄方期待同中方密切交往接触 积极推进各领域合作 相信随着中国优化调整新冠疫情防控政策 两国人员交往和人文交流将持续加强 俄方赞赏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秉持的客观公正立场 高度评价中方作为金砖国家主席国所做工作 愿同中方继续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舞台密切协作 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捍卫各自正当利益 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共同做出努力 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注意到俄方表示 从未拒绝以外交谈判方式解决冲突 对此表示赞赏 和谈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但只要不放弃努力 和平前景就始终存在 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 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两国元首还互置新年问候 祝愿中俄两国人民新年快乐 祝愿彼此国家发展事业 取得更多新成就 王毅和立峰等参加活动